平常平均一个礼拜就是要做三天的运动 然后包括有去健身房做一些重量的训练 就是例如说是那个哑铃啊 然后一些矿胸的一些蝴蝶肌 然后跑步对这些都是我平常会做的 还有游泳非常喜欢游泳 对 你小姐怎么认识的啊 这也算一气相片啊可以一起健身 对因为是我在台湾是有一位 就是健身的一个教练 然后刚好那一天啊 教完我之后就是小贤出现了 然后他就介绍给我就是认识 之后就是要到香港 因为香港会在这个九月份发片 然后在内地也是九月份的时候会发片 所以啊大部分九月的时间 都是在香港跟内地去做一些宣传活动 然后十月份就回到台北这边 就继续要筹备我下一张的专辑 今天第一次在台北办成小孩 看到这么多朋友支持 对 自己的幸福 非常的感动 就是刚才我差点也 有点对有点想过 真的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从来没有试过 因为看到那么多的一些粉丝 一些支持我的朋友 所以我在这边举我的那个poster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很开心 所以来之前会担心说没有人来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因为我在台湾还算是一个新的歌手 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一些人对我的认识不是很多 所以也有一点点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看到现场 就是有真的有很多人去为我打气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现场会有一个游戏 就是要塞那个叫做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有可以玩游戏 然后他们会可能抽到就是跟我帮帮啊 然后可能自拍啊这样子 蛮可爱的活动 所以歌名有什么要求 你都会答应吗 要包包要亲你啊 好几乎一下 我觉得对啊 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开心 对 因为今天就是为了他们就举办这个现场会 嗯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